因为宋朝有一比较无穷的基石 这个基石他年轻的时候 他出过家 后来因为某种因缘 他还属 还属以后 他也没有其他工作好做 就造那个杀业的工作 杀鸡杀鸭 为人家杀鸡杀鸭 后来但是他毕竟是 他毕竟学过佛 他知道这个杀业以后会有痛苦的果报 所以他每次在杀鸡杀鸭的时候 他这个刀子砍下去一下 就练一句南无阿弥陀 而且他还花怨 希望你们好好的去超生 一方面造罪业 一方面给他们奏愿 希望他们好好的去超生 那么杀了几年以后 他这个杀业 这个花爆现前 他的眼睛的上方 长了一个肿瘤 这个肿瘤看起来就像鸡的眼睛 是一模一样长得跟鸡的眼睛一模一样的肿瘤 他身体大部位 这个是要堕落的前兆 我们讲花爆现前 他就不敢再造这个岁月了 赶快就跑到山上去 造一个毛棚 每天修颤练佛 练了几年以后 当然他后来他都醉慢慢消灭 最终心急将心灿 心若灭死罪意往往 突然间他有一天 他就跟附近的居民说 我明天往生净土 如果你没有空 帮我祝念一下 顺便送我一层 大家都觉得很好奇 果然往上的时候 就来这个地方帮他祝念 而这个无穷基士呢 他在祝念当中 他就端坐在佛前 然后念一念他就说 佛来也 说佛阿弥陀佛来了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 端坐练佛 和往生 你看他本来是造了罪业 他这个罪业已经 地义的花爆现前 所以我一大师说 他说一个人 即便你造了罪业 然后束断相续心 起因众忏悔 两个重点 第一个束断相续心 起因众忏悔 那么忏悔之力 亦能往生 他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有些人造罪业以后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那个货业苦 烦恼胀 业障 暴障 那个力量 就是非常的坚固 完全没有办法踩刹车 烦恼 隐身 罪业 罪业隐身 果报 这三个东西圈的二差距 产生一个强大的漩涡 肯定把它旋转下去 这个人造了罪业 一定要得果报的 为什么 没有三根 佛地使的好处在哪里 因为他本身听闻佛法 他产生一种智慧的观照 所以他在造罪业的过程当中 他一时的糊涂造罪业 但是他善根发起来的时候 他觉悟发起 光明升起来的时候 他能够猛力的忏悔 乃至于义佛烈佛 他在黑暗当中产生光明 所以偶一大师讲 就算你造的罪业 以忏悔之力 亦人往生 你看我们佛教徒 我们还不是很怕说 这个人烦恼重 还真的是怕你没有三根 所以你看 一个人根力遮重 还有重 你看过去我们讲过 杨洁摩罗 杨洁摩罗他一生当中 杀了999个人的生命 但是他后来 一道佛夺自成的忏悔 休息子官 他今生成就阿罗汉国 杀了999个人 照上这个阿罗汉国 因为他那个 黄面的力量升起了 你看有些人他 根顿遮净 他也没什么烦恼 但是他也没上根 你就完蛋了 那最可怕的是 根顿遮重 有些人你看烦恼重 罪业也重 那这个人他得国报的时候 是谁也救不了他 因为他没法踩刹车 所以我们 虽然过去造的罪业没关系 第一个 你不能再造罪业 忏悔 第二个是花怨 花怨会产生一种 强大的力量 那么当然你 你为什么会唱会 为什么会花怨 那你就是要听文经典 明白道理 所以栽培善根 这件事很重要 偶尔大师常讲一句话 说 真能破忘 他说你虽然 依止虚妄的心 造了很多罪业 但是你要依止真实的道理 来升起观照 你肯定可以破忘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说 假设这个人完全没有善根 在造罪的时候 完全没有惭愧心 那就没办法了 这个货业股就直接下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